好我们插播一条刚刚得到的有关一家公司的这个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夫是有限公司临时停牌公告 临时停牌的这个原因 他公告是这么说的 因为媒体上出现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夫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成健先生的相关信息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 根据相关的规定 公司这个股票从今天开始起停牌 同时公司的债券是不停牌的 是债券不停牌 因为美邦福士它有一个13美邦01这么一个债券 债券不停牌股票停牌 这是我们最新得到的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信息